这一次 沈腾不踢足球也不当副展文了 他回西红柿老家当起了第一书记 不仅是在村子里边搞起了倒铁艺术画 还穿上了鸭子玩偶和玛丽拍起了孕妇照 究竟发生了什么 寻本溯源一路前行 大家好 我是小鹿 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主角沈腾 他到底在做什么吧 1979年10月23号 沈腾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小的时候的他就一直有嘴欠的毛病 但是因为长得比较单纯可爱 也没有人跟他计较 我小时候人都说 我不看你长得好看我打死你 我经常听过这样的话 就这样子 无忧无虑的沈腾来到了20岁 这一年对于自己没有什么要求的沈腾 遵从了父亲和姐姐的教导 报考了解放军 艺术学院戏 艺术学院 戏剧表演戏 瘦是瘦 骨子里面全是瘦 据沈腾本人说 自己是凭借着形象考上的 但是呢 当我们翻出了沈腾年轻时的照片 不得不说 岁月这把刀在沈腾的身上确实是用力过猛了一些 大学里面的沈腾也是改不了贼欠 但是除了贼欠之外呢 沈腾对待工作时的认真专注超过了绝大多数人 对于他来说 搞创作时通宵就跟玩一样 几十个小时都可以不用睡觉 一直熬到助理偷偷地在喝水的杯子里边 放了白加黑的黑片 趁着要件才停下来休息 而如此拼命的背后 或许是想像当初那个无人问津的自己 证明我能行 2003年大学毕业的沈腾考入了开心麻花 一个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一个是刚刚起步的话剧社团 而在偌大的北京城里边 跟他们类似剧团不说一百有八十个 僧多粥少又是新剧团 为了打响名气 门票都是免费送给人家的 即使这样捧场的人也很少 最少的一次只有四个人来演出 没办法实在是演不了 剧团的领导冒着雪 等来了观众 给人退了票钱和交通费 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沈腾开始为了搞笑不择手段 玩命搞笑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呢 能不择手段到什么地步 就是故事讲过明白了 我都不想让他这儿没有效果 导致现在回头一看我的东西有自己的脸红 意识到好的作品不仅是需要一个好的包袱 还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之后 沈腾找到了自己定位 也找准了自己创作的方向 九年后的春晚 小品 今天的幸福火了 随之一起火的 还有那个人如其名的好剑 对吧 好剑 妈妈 一次的成功 或许是偶然 但是 两次呢 三次呢 沈腾又连续四年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向所有人证明了 自己的才华 天福哥 你头上有顶帽子 然后 出乎所有人意料 他转身投入到了电影圈 2015年 一部夏洛特烦恼横空出世 狂缆14.38亿瓢房 成为了年度最大的黑马 楼上三二二住的是马东梅家吧 马东什么 马东梅 什么东梅啊 马东梅啊 马什么梅啊 行大爷你先凉会吧 好嘞 紧随其后的修修的铁钳 过来啊 西红柿首富 不装了 我是一万富翁 摊牌了 终于有人肯跟我说了 你可以开快车 每一个角色 沈腾都有金句 或者是经典的场面贡献 而最近的新片 《我和我的家乡》里 沈腾饰演了一个 为了建设自己家乡 放弃了重点美术学校 进修机会的村书记 但是通过自己的美术天赋 设计了艺术稻田 让村子变成了民生在外的旅游村 但是没有想到 阴差阳错之下 遇到了慕名前来拍摄孕妇照的妻子 一场温馨而又欢乐的大戏 就此拉开序幕 这茬 早和我家马酿醋俄罗斯寄来的茬 一个味儿呢 是吗 这刚才村人哪里给的 好开一幕和舞台 回归到现实生活中的沈腾 其实跟其他天生的喜剧演员是一样的 是一个不喜欢采访比较内向的人 幸好是首富首赢之前 沈腾因为紧张 前一夜没有睡 采访她好几次呢 希望将话筒交给身边的同伴 而对于一个在舞台上是尽情释放自己的人来说 生活里面的她 还是希望在两个身份之间画一道风鸣的界限 这也体现在她的恋爱史上 很多人不知道 沈腾在2015年结婚之前 已经跟女友谈了12年的恋爱 即使是三年之后 她的身份从丈夫变成父亲 人们关注的点 还是舞台上那个巧舌如簧 机智风趣的沈腾 让人是不得不赞叹 她的灵活和通透 有事我一直不会给你 从嘴欠到让人讨厌 到风趣的让人喜欢 沈腾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来寻找中间的平衡点 而我相信 这样的沈腾 在未来 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欢笑 更多的欢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